大家好 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我们来扯一扯中国疫情的一些荒唐事 说荒唐简直是太斯文了 就是你没法想象 现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像朝鲜了 真的是以前我们看朝鲜 不是觉得 你说了个什么金大元帅又拿个枪 把燃造卫星射下来了 硬蹦蹦两次 你看打下来两个卫星 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卫星 在看我们朝鲜 你觉得非常好笑 但是这就流出来朝鲜的教材 这怎么能这样呢 但是你现在 真的我今天看了两三个中国的疫情的新闻 已经感觉 你只要带一点点批判性思维 或者说不要说这么高级 你就是有点质疑 或者说有一点点思考 你就觉得这个你跟看朝鲜的新闻是差不多 我现在你且看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几个新闻是这样 第一个说到这个8月9号啊 南京宣布什么呢 就昨天晚上新闻宣布零新增 很牛逼 红通通的几个大字 南京零新增了 不得了 然后专家还出来 语重新长的告诉寻众们 南京零新增不代表零风险 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虽然我们这么牛逼 这么牛零新增了 社会主义优越性如此之强 这个实在是很高明的一个拍马屁啊 实在是非常高明 就是他告诉你 哎呀 不要这样说 就像人家说 哎呦 喂 林总哎呦 真的是好厉害 觉得你 哎 不要不要这样说 没多厉害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哎呀 虽然我们您新增了 但是大家不要高兴 我们要谦虚 这种感觉 你看上去太屌了 为什么觉得屌呢 南京爆发的最严重的时候 一到三号 国务院副总理深春南 我们天天做视频的 你要知道 上两天才深春南 才刚去完南京所谓都战 才几天哪 我的天哪 这个深春南这只都战 还效果真太好了 实在是 都战了几天 才几天吗 四号刚回的北京 然后什么主持了全国的抗议指挥的 什么什么大会 现在九号 五天 你告诉我零新增了 新零了 哇靠 不符合科学规律好吗 你看看人家台湾 台湾第一天爆发疫情 我就输了 这个很正常 没办法 肯定会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但是我也输了 台湾爆发 就给我们一个样板 一个零确诊的地方 当初没有疫情的地方 台湾为什么没疫情 这个也是很 你说起来也是很 很证明这个疫情就是来源于中国 恰恰当时什么台湾都是 说搞台独 反正大陆说他搞台独嘛 然后就禁止了大小三通 疫情之前是19年尾的时候 所以就因为停了这个行 大陆跟台湾就断了断了联系 然后台湾就没疫情了 台湾跟全世界都有飞机的吗 当时如果疫情不是中国来的 是美国来的 台湾肯定会有疫情 台湾当初为什么没有疫情 就是因为断绝了跟大陆的来往 就台湾这个案例 其实妥妥的证明 疫情就是从中国来 因为我们不要扯远 反正我扯回这里来 就是台湾这个模板 这个模型 你看到从零确诊一爆出来 大陆人的数字比台湾人肯定要低 很多什么不戴口罩 乱这乱 那些农民工到处乱跑的 那一爆不可能规模这么小 而且你就参照上一次 广东都搞了两个月 搞到七一之前才说的 说所谓的新年 从五月搞到七月 七月初 你现在才几天 七月末爆出来 你说南京有疫情 八月三号才封的城 孙春南去了 才封的城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 零新政了 你不妥当啊 你再带点脑袋 你都不会这样做事 但是现在中国的官员 就是这么做事的 他现在就是这么做事的 你觉得没办法跟他沟通 真的 能沟通吗 我觉得没法沟通 是吧 就是这样做事的一个政府 这是一个啊 第二个 扬州啊 第二个是是扬州这里 扬州这个 我看的是方舟指说的啊 他说在核酸检测点 被感染上的人数 上升到35个人 有三个是工作人员 32个是去采 参加采样的居民 这些人是不是很倒霉 好了 没有人付出 负责啊 是吧 谁提出这个收点 这是全面核酸检测的 有人赚大钱的 我说了 就是有人赚大钱 减减呢 一次两次三次 减十几次 这个船员核酸检测 绝对是个收点子 而且不可能 非常荒唐的 这个是你想想 全世界的都说有假阴性 假阳性的嘛 他们说什么 台湾啊 还有美国 很多专家都说 就是有百分之一的假阳性 那你中国者 如果一千万年的城市 去全员核酸检测 那起码有十万的假阳性 那你究竟是怎么确诊的 你起码有十万的假阳性 有的人说啊 中国现在这个模式是 那呢 如果发现一个病例 然后这一片就继续封 就这个意思 只要有人确诊 这一片就继续封 所以它大面积这样筛查 主要是看一下有没有 除非全部都没有 但不可能全部没有啊 都说了有假阳性的 因为它那个核酸反应 就是有那个 我不知道叫什么了 从科学原理上 它有不稳定性的嘛 是不是啊 我们初中学的物理学 初中生都知道 有一个词语叫做误差 对吧 它没误差 那你说怎么怎么弄呢 其实这个模式本来就不能这样走 这么简单全塞了 人家为什么没人做呢 就理中国再做呢 就是中国有一部分官员要赚钱的 就如此简单 然后习包子估计是个傻逼嘛 人家说他就信了嘛 仅此而已嘛 你看这么多人天天捅喉咙 捅鼻子 我就问一个问题 习近平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人捅过习近平的鼻子 有没有人捅过习近平的喉咙 你要知道习近平当时 有就那个那个测温枪 以前都是测头的嘛 指着你你那个头额头来的测的嘛 就当时就习包子在北京还没去武汉 表演了一下 当时就首次发明了 就因为习包子测体温 首次发明了测手腕 我还记得当时就因为习包子要测体温 所以就发明了这个测手腕 当时习包子就拿出这个手这样给他测 没人敢指着他脑门去测他体温 就这么来的 就这么搞笑 你说我不相信有人敢捅习包子的鼻子 我是被捅过 反正就 我不相信有人敢这样捅他 所以就是 你看呗 就是这么搞笑的一个事情 然后啊 就是这个 里面啊 他还提到扬州是消灭了无症状感染者 没有无症状感染者 这个我也觉得引起注意 一直以来我都说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集中隔离 什么一个月两个月 因为中国是不是 我严重怀疑我严重质疑中国根本没有检测能力 根本没有检测能力 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 你在外面检测核酸挺贵的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在这日本 我我看的几个数据都挺贵的 唯一的就中国特别便宜 但是有有的东西就应该这么贵 他便宜下去 究竟行不行 究竟行不行 啊 很可能就是中国的检测 这根本就是个笑话 他根本没有检测能力 为什么没有无症状感染者呢 因为他要有症状 他才知道他是得了新冠肺炎 他得了这个武汉肺炎 不然没有人知道 他就不知道他得了得了这个病 没有症状 他怎么知道 因为他没有这个科学力量吗 他可能大部分地方没有 说不定是有一部分地方可能是有的 在全中国就是中南海的御医可能是有的 但底下更多的是没有的 没有的那些纯粹是骗钱 骗社保基金拨款 骗财政拨款 那纯粹是乱搞 我觉得很可能是大部分是乱搞 我觉得很多是乱搞 谁来检验呢 你说细胞子就不懂 这个玩意 如果在上面大家有点提成 有工资一发就行了 你说谁来检验这个东西呢 人民群众又没有知情权 或者说又没有媒体监督 谁来证明他这个东西是究竟真的讲的 没有人证明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也觉得挺挺搞笑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出院 他有时候因为本地爆发一点疫情 他不是经常哎呦我出院啊什么的 我中国的出院 他是从 就是他可能是一种轻症 但是有症状 那他就或者说有需要一定的治疗 他就在医院里面吸吸痒啊 或者说什么的 然后从医院到隔离点 他不是出院就直接回家 没有这样的好事啊 我告诉你在中国 出院了 然后去的是哪里 去的是隔离点 在隔离点 在集中隔离14天 你要回家在居家隔离一个14天 这里才回归社会 明白没有 出院是没 出院的意思是你不需要治疗了 你不需要吸痒了 你不需要就是可能 怕你怕你死了 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治疗吧 是吧 就是但是他这个出院 不是说回家 你别不要以为中国的出院 是禁止的回家 没有这样的事啊 而且你就是换一个角度 你就是个小粉红 我告诉你 中国之所以如果能够亲临 肯定是有大力度的管理 你在里面 你就这样的一所谓的 一出院就回家 这个怎么能 这种执行力怎么能够清零呢 清零肯定是集中力量半大 所以肯定要有高强度的执行力嘛 是不是 所以他去的是隔离点 在隔离点 然后可能检测几次嘛 可能一头一尾 像那个回国隔离一样嘛 一头一尾检测一下 然后他可能又发现了啊 然后他就叫做复阳 这个时候就叫复阳 或者说继续隔离啊 这就是继续隔离 如果是感染了 那就没关个几个月 你回不了家 真的 你哪怕你真的是感染了 在中国你就是个 你没有个半年 你洗不清洗不干净 所以在中国那种点巴社会 你没有个半年搞不清楚 真的 社区啊方方面面继续跟进你啊 朝阳大妈天天看着你 没那么容易 到时候就给你扣个帽子 这么传染病毒 你伤不起 是不是 所以就是 看了几个中国这种疫情的 搞笑事情啊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科学性了 中国的这个疫情管理 已经不讲科学 他如果能够稍微控制住 就得益于什么呢 就是把人关家里 这是他做的 唯一能做的比西方好的地方 就他把人关家里啊 然后把门封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看家本体 然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 这个病毒又越来越传播了 没办法啊 所以他就一直折腾 一直折腾啊 先说到这一边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 点赞 订阅 分享 拜拜 拜拜